为了推广深度农业旅游 新北市政府农业局从7月份开始到12月为止 规划办理了四场次的平临不饶游体验游程 第三第一次旅游游程定于19号举行 活动将会带领民众进入平临余光山区 透过采茶,制茶的过程中来了解茶学的文化 新北市的平临区有百年的制茶历史 制茶季节弥漫满山的茶香味 市府农业局林务科也表示 第三次体验游程由新店捷运站集合搭车前往平临 游茶园作为起点结合环境教育 让伙伴在环境友善茶园体验采茶制茶的乐趣 平临拥有百年的制茶历史 当然它现地的好山好水又拥有非常丰富的生态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办了好几个梯次的平临不饶游的活动 11月19号是第三梯次的活动 那我们现在也持续接受民众的报名当中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的平临来看这些好山好水 这次的活动将带领大家进入平临渝光山区 透过采茶制茶过程中了解茶学的文化环境以及生态 并能亲自体验茶农生活机会相当难得 整个的活动包括会带领民众去从采茶 制茶还有它一些茶的一些历史 为各位来做一些介绍让大家来做一些体验 那另外在下午的时光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那县地不只是茶的一些景观还有一些梯田 还有一些生态的一些内容 所以整个的活动是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南运局表示第三梯次平临不饶游体验游程 至几日起开放线上报名 报名费用包含交通费用 保险、导览、采茶的资财、午餐费用 并能带回自己采摘制成的茶叶品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报名 介绍分享视频长报道